就是稍微人家不知道講然後什麼你就 然後不然就是突然生氣完就會說 寶貝對不起 就是會突然生氣完又道歉 然後就會想說她是不是精神思想 對啊 會覺得這也不明其妙 好 你這樣讓我們都知道說 你女朋友叫你寶貝了啦 今天要談的主題是 跟每一個女生都很有關係的齁 我們就說女人是 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動物 除了要懷孕生子之外呢 在我們的發育過程當中 我們每個月都要面臨一個好朋友來找我們 俗稱大姨媽 那每個月來找我們呢 很多人會有所謂的金錢症候群 有的人在經期來的時候呢 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症狀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的來討論討論 但是為什麼今天求救兵團的現場 出現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要平反一下 因為男生不瞭解女生的痛 所以我覺得我有必要要在這邊 除了代表男生了解以外 像我很多的女朋友 不是 像我有很多的問題 像我有很多的問題 是我女朋友她也會發生的 所以我想要替她來問 是 好 所以你也關心你女朋友的一些狀況 然後你也代表男性來關心我們女性 所以呢 相信看完這一集 男性朋友就知道 要如何對你的女朋友 對你的老婆再好一點 對啊 我們很辛苦的齁 好 所以我們就先從金錢症候群來談起 所謂的金錢症候群呢就是 預計來之前呢很多人會 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 各種各樣不同的狀況 經常會有這樣狀況的 如果你有金錢症候群的 請舉圈 只有亞蘭不會 對 那顧軒你是說你女朋友會嗎 對不對 是每一個女朋友都會嗎 我還得了 我還得了 沒有 因為她是脾氣比較會暴躁 那她是直接反映在情緒上面 然後她也會比較容易長痘痘 比較容易長痘痘 好 那亞蘭你都不會啊 對啊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驚痛過 因為我想應該是跟我 就是從小就練瑜伽 練那個民俗舞蹈啊 跳舞有關係 真的不誇張 我驚痛來之前 我的腰真的很像跟 筷子被折斷一樣痛 然後我的 我的那個肚子這邊 就是腹部這邊啊 然後就很像被卡車壓過來 壓過去 壓過來 壓過去 一直壓壓壓壓 對 然後情緒也變得很 很暴躁就像現在一樣 等一下 筷子斷掉是怎樣的痛 就很痛啊 很痛 所以亞蘭你的行動師 她覺得很像是卡車壓來壓去的感覺 超痛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金錢症候群的症狀 有哪一些呢 我們分做兩個部分 一個是生理病痛的症狀 一個是心理的症狀 一個一個來看 生理病痛的症狀呢 有些人會 肚子脹脹的啦 不舒服 水腫 體重會上升 有人有這樣的狀況嗎 那酷炫你女朋友會水腫是不是 不是現在這一個 是之前那個 因為之前那個她就是會腫嗎 那腫到一度想就是 想分手 沒有 那她後來就是 會去泡熱水 那就是改善她這個腫脹的狀況 那我看好像 不知道有沒有用 水腫不是泡熱水有效嗎 水腫泡熱水應該是在 如果你月經來的時候 只會舒緩她的不舒服 可是這個水腫的狀態 可能還是會持續 因為它是跟我們 金錢的那個荷爾蒙有關係 是 那有的時候甚至於會 這個金錢 金後 有的會差到兩公斤 然後這個腰圍會差到兩格 有沒有 真的會有這個狀態 它其實是跟我們那個 荷爾蒙有關係 好 那我們就來看到 生理病痛的第二個症狀就是 乳房腫脹啦 但是有很多女生覺得 這很不錯 好 乳房腫脹 應該大部分人都會這樣嘛 阿娜 就是 每次 就是月經一來啊 就至少胸部都會戴一個Cup 然後 可是大歸大 可是穿內衣 連穿內衣都會痛 都會痛 對 所以 曾醫師 像這種乳房腫脹 是跟我們身體的哪個部分 就是黃體素 就黃體素 事實上這些全部不舒服的症狀 都跟我們身體的黃體素 跟黃體素有關 所以 有些人就是剛剛講到說 月經來之前 這個胸部腫脹 那等到你月經一來以後 嗯 就縮回去了 對啊 因為就是黃體素 他也有一個說 我們叫做威士卓 就是他低下了 那剛剛講到說水分的滋流 這個部分也是一樣就是 跟我們黃體素是有關 事實上我給酷炫一個 好的建議就是說 當如果女朋友覺得他水腫的時候 這時候可以幫他按摩 這樣就不會變成前女友這樣 好 所以醫生建議我們說 如果這個經期之前呢 有水腫 我們可以稍微按摩一下 這跟黃體素是有關係 好 那麼 肌前症候群的 生理病痛症狀的第三項就是 會長一些面炮啦 好 然後口腔破洞啦 好 一長出嘴泡疹 好 那麼第四項就是 有的人會頭痛啦 背痛 關節肌肉疼痛 那麼再來一個就是 第五個 會燥熱或想吐 他會出現便秘 拉肚子 或少便異常 誰有這樣的狀況呢 我會 很多女生都是耶 好 阿露米也是 就是我覺得很神奇耶 只要我那個要來之前 就一點點的便 他都不排出來喔 然後到 第一天來他就 就 本來之前會便秘 但是 經期來當天就會變成拉肚子 對 而且拉因為你用力嘛 他血就更多 是 是 辛華也是 我會一開始先便秘之後 過幾天 然後可是月經還沒來 然後大概是月經來的前一兩天 會開始拉肚子 然後拉到月經來的一兩天 都還是持續 再來看到心理的狀態 第一個就是 心情不穩定 易怒煩躁 情緒低落 第二個 容易失眠 第三個 疲倦無神 或是 有的人居然會精力旺盛耶 第四個是 特別偏好某一類的食物 像是 特別喜歡吃甜的啦 或是特別喜歡吃一些辛辣的食物 那麼情緒不穩定 誰 剛剛有很多人講說不穩定 好 真真就是這樣子 那妳會因為情緒不穩定 特別容易跟妳工作上的人起爭執 或是跟妳的男朋友或老公嗎 是不會起爭執啊 只是就自己會在那裡很生氣 然後莫名的低落 然後莫名感傷這樣子 好像 對 最好像特別的這個 Sentimental 是這樣子 對 Sentiment 是 就是好像很容易 一些小小的事情 就引發我們的情緒低落或是不好 對 然後很敏感 就是稍微人家不知道講 然後什麼妳就 這樣 然後突然生氣完就說 寶貝對不起 就是會突然生氣完又道歉 然後就會想說 對啊 會覺得自己莫名其妙 對 好 妳這樣讓我們都知道說 妳女朋友叫妳寶貝了啦 對 這樣講 好 那馨華也是 我那個情緒來 是連我為了不知道 午餐要吃什麼 就可以大發雷霆人等等 對啊 我想請問專家說 這種心理上面的金錢症候群 是跟精神疾病有關 還是 還有沒有辦法可以跟 可不可以調整 對 好 曾醫師 一般來講 金錢症候群剛剛提到說 說身體的不舒服 那在精神方面 的確是比較難處理的一部分 那有些人 有些人是歸咎說 或許你本身就有這種體質 或是說有這種因素在 所以你會特別的對於說 不舒服的時候那種感覺 比人家敏感 那我也有這個病人 他就說 他很明顯 在月經來完的時候 對客人都很好 那等到這個 這個 開始慢慢進入金錢症候群的時候 那個客數就增加 他就覺得說那個服務 服務業他就很明顯說 就做起來就不順手 不順心的那種感覺 都會有 好 那麼了解完了這個金錢症候群 在生理跟心理方面的各種症狀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聊聊很多女生的痛 就是痛經 經痛 現場的全球兵團請問 從來沒有經痛過的 請舉牌 吐血當然不會痛 吐血當然不會痛 好 亞蘭就是你沒有金錢症候群 也沒有痛經 金錢症候群還是會有一些 就是胸部腫脹的部分 可是還不至於痛 對 那我是想問是不是跟我 就是喜歡做瑜伽 從小就是運動有關係 真是像這種女生 完全不會有 金錢症候群跟痛經的比例高嗎 基本上不是很高啦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剛剛提到痛經的一個誠意以後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說說 一般痛經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叫做原發性的痛經 就是說你都沒有任何的原因 那反正越進來的時候就是會肚子痛 那這個也跟每個人的耐受度啊 感受度不一樣 有所差別 就好像譬如說 有的人對小傷口或看到症就很害怕 那有些人對手伸給你都無所謂的 對 所以這個有的人說 這個叫神經比較大條 但是大部分的女生都是比較秀魁 所以對於這個痛的感覺會比較明顯 那原發性痛經我剛剛提到說 都沒有任何的原因 所以基本上它產生的這種痛經 大概就是在月經快來 或者說月經來 或者說月經來了這個初期的第一天到第二天的時候 這種痛 那過了以後就好了 這叫原發性的痛經 那所謂的次發性的痛經就是說 它是有原因造成的痛經 那基本上比較常見就是說 像我們婦女很常見子宮內膜移位症 那或者說子宮長肌線症 子宮肌瘤 那這些都有可能因為在月經來的時候 子宮收縮 那感覺就會比較明顯 那所以它到時的人說 這種痛經的時間也相對會比較長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原發性的痛經大概頂多大概一兩天 那如果是這種合併的所謂的次發性的痛經 它通常時間會比較久 那有的人大概說 四天到五天的時間 那痛的時間會越來越久 因為它有一個病罩在 所以會越來越久 時間也會越來越長 然後越來越痛 那麼了解了這麼多的知識之後呢 我們要看看這個 九二兵團還有觀眾朋友 你們的嘗試足不足夠 在很多的網路上啊 或者以而傳而啊 就會有說 在生理期來的時候 有很多的說法 我要請教一下 觀眾朋友還有這個九二兵團 你們的嘗試夠不夠 所以我們整理出了 就是生理期的七大傳言 如果你覺得是正確的 就請舉圈 然後不正確請舉擦 來看到第一個傳言是什麼呢 好 生理期從來都不固定 就數不正常 認為是對的請舉圈 錯的請舉擦 請舉牌 大部分人覺得是對的喔 只有真正覺得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我有朋友啊 加上我也是常常就是 生理期不太固定 有時候一個月來 有時候兩個月 有時候一個月來兩次 可是 也都沒有什麼大問題啊 只是會就是金錢 金痛然後這些的 是 好 所以正醫師這樣是正確的嗎 應該這麼說啦 這個答案事實上沒有所謂的 正不正確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 我們在西醫的觀點裡面 我們認為月經週期 雖然說是一個月 或是28天來 可是每個人 它是有一個range的 所以一般我們正常說 從21到35天 這個都算是合理的範圍 但是呢 為什麼說這個講法 又不是很正確 就是說我們會觀察到 如果月到了停經更年期的婦女 它的週期是會縮短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說 正常28天 然後加減7天這個範圍 可是如果說它是 有時候它是會縮短 那第二個是說 事實上我們會根據 你每個月的情況 譬如壓力緊張 生活週期的不一樣 月經週期 不見得每個人 都這麼準的是28天來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看說 你最近的壓力 最近的生活的表現 是不是影響到你的月經週期 還有就是說 你是偶爾一次 還是說 常常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比較長時間的 就是說很混亂 那當然這個就是不正常 那如果是偶爾一下 那譬如說 最近發生什麼事 譬如說你中了樂透 那一億元 太開心了 開心到近期都不見了 對 那個什麼 這個短暫的時間 基本上我們算是在 可以接受的範圍 就是要跟你平常來比 不過你平常就是28天 或者是30天 或者你平常就是37天 對你來講這個是OK的 可是你一下子 7天 一下14天 一下20天 這個就是亂掉 整個都是要重調 是 好 所以統的來說呢 這一題 生理期從來都不固定 救贖不正常 應該是 錯的 對不對 應該要跟自己來比較 好的 來看看第二個 生理期的傳言是什麼呢 可以治療精透嗎 認為是對的請舉圈 錯的請舉擦 請舉牌 辛華跟Rumi覺得是錯的 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你吃了太多的巧克力 吃了一整喝都沒有用 喔 還好 而且 而且 在那個月進來的時候啊 吃那個巧克力真的完全沒有效 真的 你就覺得沒有減緩 也沒有什麼 好會變胖欸 為什麼褲穴你覺得有效 我之前的女朋友我送她金沙的時候 她除了很開心 就是有顯現在臉上面 她其實身體也有好一點 對啊 是真的 對啊 我送她大概一個月份的吧 因為她生日禮物 有準備比較多 就生日禮物就是只有這個巧克力嗎 胃肥太含酸了吧 還有 好 第一 所以這個巧克力可以治療精透 就中醫的看法是什麼 你知道巧克力 為什麼叫巧克力 它就很甜嘛 那中醫來講這個甜呢 或者是說他們這樣講肝 肝炒的肝 這個肝呢 能緩之 就是讓你的肌肉這個可以舒緩 這個部分你要看清楚是 你是如果有輕微的這個 可能吃了會 心裡會比較舒服 肌肉會比較舒緩 這個有效 可是如果治療精透 太...太...太困難 太困難 那詹醫師你們的看法 應該是這麼講 事實上巧克力裡面 它有一些很好的成分 尤其是它的一些氨基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有一個鎮精的效果 安定 安定鎮精的效果 事實上如果對於痛 事實上也是可以改善 但是它畢竟是一個 所謂的食物的部分 所以它的有效的成分的量 是有限的 對 所以如果說對於一些 比較痛經嚴重的人 第一個 它大概能夠改善就有限 對 那第二個呢 事實上我們比較不建議的是 吃巧克力 而是吃巧克力飲 熱飲 因為熱飲的話 巧克力飲喔 對 因為熱飲的話 它本身的話 熱的話可以讓我們的子宮 可以放鬆 可以緩解 緩解 對 那所以也有人說 你不要吃巧克力飲 你就喝熱水再加熱膚 效果一樣 也都有效 好的 但是另外一個要提到就是說 事實上巧克力 剛剛事實上 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甜的部分 因為 春的巧克力大概沒人吃得下 太苦太難吃了 所以 都會加甜 但是甜的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會加重 我們的一些 痛經的現象 所以你如果說 反復的一直在吃的時候 事實上說你這一次改善 然後 有點我們常常說 這個是飲鎮止渴啦 就是說你讓 去毒藥止渴 就是讓你的這個身體 事實上是 痛經的現象是在加重 所以這個也對 也不對 就是要找出來 到底你痛經的原因是什麼 這樣子 如果真的厲害的話 你一直吃它 吃個一個月吃個一斤 都沒有效果 是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吃一些 還是有一點點效果 因為它如果是只是舒緩一下 就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壓力一點的 這種壓力型對它來小 是有點效果 那我們再來看到 第三個傳言是什麼 結婚之後 驚痛就會 折一半 自然的消失 認為對的情主圈 錯的請舉擦 請舉牌 結婚之後 因為我們第一排的阿姨們 你們都是過來人 但是 以前媽媽覺得有效 會結婚 結婚之後 結婚之後 就覺得有減緩的效果 有減緩 那大部分人都覺得沒有 你還沒結婚啊 那媽媽 我有聽我朋友說 她結婚之後 就是有發生性行為 然後之後就 沒有心痛了 就覺得 不會有心痛 對啊 那這到底是有道理的嗎 對啊 這個 好輕鬆 再一次開始 OK 基本上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痛經它最主要是子宮收縮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說每個人的感受度的不一樣 那一般來講是指著說 當你生完小孩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生產的時候 事實上 因為胎盤的位置 還有子宮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 當在胎盤玻璃的時候 事實上會把我們子宮上面一些 就是痛的感覺的這個接受器 給破壞 所以有人提到就是說 如果是原發性的痛經 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 都沒有任何原因 只是原發性的痛經的時候 生完小孩以後 的確這個症狀是會改善 因為就是說 你原本有十條感覺的神經 現在破壞了五條 剩下五條 所以你的敏感度降低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個痛的感覺就減低了 但是如果說是刺發現的東西 說你是有原因的 那你可能在 懷孕當中 或是說生完產以後 你的病情加重 那這個痛經的現象 就不會改善 而且會越來越重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第四項傳聞是什麼 驚奇的時間 是不是會跟身邊的家人 或朋友相近 認為是對的請舉圈 錯的請舉擦 請舉牌 嗨 大家會不會覺得好像會喔 畢太盈 因為我想喔 那個朋友接近嘛 那個吃的啦 和那個玩的那個時間什麼 會相同 所以她的驚奇可能會接近 會接近 對 好的 那請教一下 詹醫師 這個是對的嗎 對 基本上是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周期 那當然有 剛剛像畢桃阿姨說的 可能 有些人 可能以前有調過 說大家可能要一起出去玩 或是 對 那調調以後大家就同步 那像我家呢 有四個女生 你就會發現說 欸 這個時間會大家會越來越接近 對啊 我覺得我有這種感覺 對 妳家也是剪片這樣 是啊 就會有這樣 而且本來是 本來是月頭 大家 就會集合在一個月中 對 所以我是覺得 跟剛剛那個畢桃阿姨講的 這個問題也有關係 因為大家都是差不多那種生活 那個時間起床 那個時間在吃東西 吃的東西也差不多 有時候高興啊 壓力也都差不多 而且也會分享 所以這個部分就有 可是如果你根本沒有什麼 生活環境的啊 一個是住台北一個那個是不會的 所以我是覺得 還是有一點磁場上面的 沒有身著作息的 這個部分還會有 稍微有點影響到 跟妳的壓力跟妳的情緒 都會有關係的齁 例如說 同一個group 在同一個職場裡面 我們的壓力都很大 一起沒有來 對 然後又後來又一起一條金肉 一起又來了 好的 我們來看看 第五項生理期的傳言是什麼 顏色的這個 驚血顏色深有血塊 代表有腹科病 認為對的請取缺錯的請舉擦 請舉牌 一半一半喔 這個到底是不是有腹科病呢 我也聽到人家講說 血塊都是不好的 請教一下詹醫師 當然的確如果說出現血塊 一般我們這個 有人去做這麼很無聊的一個研究 就是說每個月的這個月經來的時候 它去蹭衛生棉 那蹭的結果呢 就是說出現說 這個標準的這個每個月月經來的量 是35CC 如果你超過80CC以上 就是要精血量過多 那如果小於20CC以下呢 就是要精血量太少 太多或太少都是代表這種疾病 那剛剛提到有血塊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們身體喔 這個精血它是這樣 就是會先凝固 凝固以後它又分解掉以後 才會排出來 那所以說如果說 有血塊出來 代表說你的身體的這個血 還來不及融化 融解掉以後就出來 那通常這代表是精血量會比較多 那比較常見的原因就是說 像子宮有長肌瘤 肌腺症比較容易會有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如果說那個精血量少 一般來講就是它的內膜比較薄 那內膜薄當然跟我們的荷爾蒙有關 跟我們的血液循環都有關 所以這個是就是說代表的是有一些狀況的出現 那還有就是說有些人會覺得說那個 顏色精血量的顏色比較黑 或是說比較鮮紅 那鮮紅的話代表說它的量比較多 就代表說它那個這個血液凝固的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比較咖啡色代表說 它的量是比較少 所以它出現的這個時間點就比較慢一點 所以有時候量多有時候量少是正常的嗎 偶爾這個是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說不要多到一個離譜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常常就說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人家去做的研究是這樣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怎麼去叫這個婦女去觀察 不會每個人都家裡面背個半身去量嗎 所以一般我們建議就是說 你一天要換幾片衛生棉 就是說當你量多了第一天到第二天的時候 你的平常的習慣是大概幾片 因為你自己買的 因為有的月用型各種型不一樣 那你自己的習慣 那是不是改變以後說 這個量超過兩三片以上 甚至於說一包不夠用 那這個就是有一些問題需要去警訓 就是要去注意 對 因為中醫就會觀察嘛 它要旺診 所以呢 我們女生常常會看一下 我今天這個衛生棉上面 是不是血塊或者顏色都不太對勁 那你可能平常是很正常的 你那一個月發生 那通常我們就會覺得 我這個月我可能是什麼 吃冰吃太多了 我們講氣質啊或者血凝 但凝的時候我們身體的這個就是 這個血塊的凝結的程度 就會比較是這樣多 那還有是血的那個程度 就是血量會比較多 所以你會用這個來判斷 所以我們中醫用這個來判斷說 你是不是開始有這個 我們說的長東西啦 或者是有肌腺症啊 或者是肌瘤這個部分 會合併那個量跟顏色 還有就是說你的活動力 如果你的活動呢最近的這個特別 比如說你在金錢的時候 你做一些不適合的這個活動 或者是運動 這個部分它的血量也表示會比較多 那有時候你一爬起來 一站起來的時候 它血量才跑出來 你也要懷疑說 你最近是不是太勞累了 所以它是代表有一些復刻 但是不一定是很嚴重 那如果持續都是這樣的 前面都沒有 最近才這樣 你就要懷疑 是不是有一些開始在長東西 不是 好 那我們再看到 第六項的傳言是什麼呢 好 熱療適合一切生理期的不舒服 認為對了請舉圈 錯了請舉擦 請舉牌 大部分人覺得是有用的 那麼有兩位覺得是沒有效的 好 那醫生到底熱膚有沒有效果 熱膚的確是一個很有幫助的一個效果 因為通常熱膚來的時候 你如果去冷膚 你可能會罵人 不能冷膚 開玩笑那個會收縮更厲害 那熱本身就是有一個緩解的效果 那當然這方面 我想這個經驗 吳醫師比我們豐富很多 好 吳醫師 你要知道 每次我們就是說 不能吃冰嘛 所以你就知道說 中醫非常的討厭人家吃冰 引起你的氣質啊 血液啊 寒冰這個部分 那可是熱療 如果不是適合每一種的精痛 有一種精痛比如說這個盆腔發炎啊 一種有濕有淤 或者是有一些我們說的骨盆腔發炎 這個時候你給它熱膚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更痛 所以呢 如果是輕微的 其實百分之八十都可以用熱療這個方法 那這種百分之二十的這種病 比較少 你會發現說 這種類的病人 你甚至於呢 給它針灸的時候 它會比較舒服 可是如果你用的這個 或者是我們揪它的時候 它還會比較不舒服 你會懷疑說 這個部分它有一些淤 或者是有一些發炎的症狀 所以還是要自己要診斷之外呢 還是要做一個辨認 然後呢 可以的話還是 痛得厲害還是要給醫生看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第七大傳言是什麼 好 我們來看到 筋痛吃止痛到就好 不需要看醫生認為是 對的請舉圈 錯的請舉擦 請舉牌 大家可能都覺得是錯的耶 那麼只有這個 小懷媽媽覺得是對的 對 因為我每次筋痛的時候 會痛到就想去吃止痛藥 是 那吃完止痛藥 它就可以舒緩我的痛苦 就可以舒緩 不需要去看醫生 是不是筋痛都可以吃止痛藥 詹醫師 當然不行啊 這樣我們就沒收益 基本上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痛筋 筋痛的問題 應該要看說你是 普通都是這個樣子 或者是說有一些變化 戲劇性的變化 就是這兩次特別的不舒服 如果有一些變化性的話 那當然就是 一定要就醫 你會說每次都是差不多這樣子 或者說你吃止痛藥 就可以改善 那當然我想 這個也是要經過 就是醫生的一些判斷說 這止痛藥適不適合你吃 那你吃的有沒有效 這個也需要一段時間的 這個經驗的累積 那至於說如果說是那種 突然性的變化 或者說你原來吃的止痛藥 沒效了 那你可能還是要再進一步去看說 到底這一次是不是真正的一個痛筋 那是不是有長的其他的問題出現了 是 好 以中醫的立場來講會覺得說 吃一點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經痛到 你吃四顆六顆止痛藥 都沒有效的時候 然後去檢查 也沒有原發性 也沒有怎樣 什麼都好的 也沒有長東西 也沒有刺發性的 在這個部分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的體質出狀況了 你好好調理 看是我們便明是哪一個氣虛啦 或者是血液 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剛剛那個阿露米那種 腎陽不足的 這個部分要做一個長血的調理 你才會怎麼 不用吃止痛藥 也會可以每個月都可以好好的來 面堂